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汽车在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很奢侈的物品 因为最近几年汽车的价格一直在降价 所以很多人都能够买得起汽车 但是相比普通人来说 汽车仍然是一个高消费品 有的人甚至为了买一辆汽车 还要承担每一月的贷款 所以有些人会选择买一些比较便宜的车 那么如果说你开了个便宜的车 你会感到自卑吗 对此网友留下了以下回答 有个网友说 他朋友是一家银行的经理 但是他也只开了一辆十万出头的车 肯定有人好奇问他 为什么不换一个好一点的车 但是他说他们好里面的人 开的车比他的车还要低档 毕竟车也就是一个代步工具而已 还有一位朋友是一个房产销售 他的月薪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他买了一个高端的车 一辆四十万的奥迪 他是贷款买的这辆车 每个月都要还六七千的贷款 他自己也说压力非常大 但是他认为车子本来就是用来接待客户的 也是属于自己的一个门面 所以他并不想买太次的车 还有个网友说自己开的是一辆五菱红光 去修车的时候老板也是爱搭不理的 看见豪车的时候就是端茶倒水 他感觉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 但是豪车的修车费肯定要比自己的高 所以还是只能自己想开这件事情 大部分人觉得会开一辆比较便宜的车 会掉面子 但是如那位银行经理所说的 车辆只是一个工具 为什么非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呢